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25日 今天是星期四 這一節我們繼續跟大家說一節 跟打風有關的訊息 有題外話 八月25日 本主持Johnny今天是生日 再一次證明我們很勤力的 生日那天 也會繼續工作 可能近年 工作比較繁忙 又或者是 做時事比較繁忙 我也不是第一次 差點忘記自己的生日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有人跟我說過 我覺得 是合理 當然是一位長輩跟我說 如果你忘記自己的生日 不慶祝生日 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 你就會忘記自己是甚麼年齡 我們繼續跟大家研究這個打風 當然也不只我們 今天絕大多數的人在香港也要開工 因為 香港基本上永世都不會有 8號風球出現 說的是上班時間 這節要說的 是叫做企業顧問 出來說了一句 就是說話 使得 全香港很多打工仔 很多基層市民 聽到 相當之不高興 到底說甚麼說話那麼厲害呢 我們這一節一起研究 相關的公關災難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子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這裡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如果你真是 基於任何種種原因 不適用也好 經濟結局更加就不要訂閱了 請大家 繼續運用你的Mouse 打開 右鍵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也可以打開 風景影片欣賞播放 希望大家繼續幫幫忙 我們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繼續經營 繼續做我們認為應該是正確的事 其實真的可能大家 不說也不知道 其實我們 兩位主持 都很喜歡做磁事活動 其實我們很久之前 就是 去過做派米的工作 那時候就是火同一些 民主派的區議員 就是在那些比較窮的區域 例如深水埗 那裏 我們試過做派米的 為甚麼我們現在不做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現在 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有比做慈善的項目 更加重要的事項 就是我們香港人 現在有大量的人 遭受 中國共產黨 港共政府迫害 這個是最根本的原因 為甚麼 我們就是停了手頭上 一直都打算做那些 所謂的 慈善工作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香港人更重要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關心的 是時代革命本身 所以在2019年開始 我們就是全力 全新投入 就是時代革命 所以我們其實 本身也有些願望的 這個是我的願望 我覺得如果香港真是可以 在 光復島的話 其實我們 自己就是會做很多 我們覺得應該要做的事 包括一些慈善工作 這件事本身是我們兩位主持都喜歡做的事 最無奈的 就是我們用做慈善工作的心態 去 看待2019年裏面的其中一些人 而到最後 這些人就是利用你 那個善心 在做壞事 所以坦白說 見鬼真是怕黑 怕黑 還怕黑 不代表 我們想做這件事的心 就此熄滅 所以我們很簡單的 正正就是這些一大堆謊話出來抹黑你 如果我們繼續做下去 堅持我們自己 那麼這些人 那些謊話 那些抹黑 他們自己就會收聲 因為你的行為 正好證明了他們說的事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告訴大家 只要我們一天能夠做下去 我們就會繼續堅持自己的路線 而這件事 他們說甚麼話都沒有用 這裏也借過機會 所以跟大家說 希望大家 也有相同想法 如果你覺得 你做的事情是正確 不要因為有人出來反對你 你就不做下去 不要緊要 我補一點時間說下去了 因為差開了 其實呢 還有一個小插曲 當時派米 正好當時有些人走過來就說要自己做義工 大家猜猜那個是誰 正正就是 剛剛那件事 出來別有用心 說要爆料那些人 的其中一個 這些人利用我們 想做這些 慈善活動的心 乘機就埋身 所以不用說了 瞬間 取得Tony信任 之後的事 大家應該都比較清楚了 那部分就不用再重複了 整件事 現在回想一下 不禁令我懷疑 共諜就是這樣產生的 有很多 那些藍絲 其實也有一個傾向 我們不再在這裏詳細研究了 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繼續跟大家說這個 企業顧問專家 企業顧問專家 出來說句說話 得罪了整個香港 為甚麼呢 原來 就是出來說 到底打8號風球啊 那些人那麼想放假 是不是真的可以放假的 據說 大量的網民 討論關於今天 上班的安排 按照 勞工處守則所說 勞工處完全不是保護勞工 近乎都是 向這個商家傾側的 當工作時間 開始之前 掛上8號風球 或者就是台風警告 僱主不應該要求員工上班 但是不是 打工仔真的是代表他們放假呢 這個就是有個 辣媽CEO 企業管理顧問 Alison 叫做張惠敏 叫做新姐 出來說 說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就是 很多香港人就著了 叫做 不用上班 不等於 你就是放假 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我們嘗試理解一下說甚麼 他就說 不上班的意思 是 不要回去公司 不是 就不用做 好 厲害了這句 一言驚醒夢中人 驚醒的不是打工仔本身 驚醒的 是無良老闆本身 當然我不是說 勤力上班有問題 我覺得一個負責任的員工 以及一個負責任的老闆 如果他 不是 想利用香港的制度 去 剝削那些員工 而是一個真真正正 是正常 工作的人 對工作上心 我不反對 你在任何時候 關心自己的工作 我們主要針對的不是正常的老闆 主要我們針對的 就是利用 香港的傾側制度 在勞工市場上 就是拿這個普通小市民打工仔 好處的 無良老闆 所以 以我們所知 始終都有良心老闆 良心老闆不是我們針對的人 一聽到這句話 大家覺得 是良心老闆 一言驚醒夢中人 還是無良老闆 會驚醒呢 香港當然是 很不幸地 就是無良的人 才會覺醒的 覺得又可以再拿乾淨一點 你 8號風球不回來 你家裡就開始做了 有很多工作都可以的 一個武漢肺炎 使得大家都知道 其實 你是可以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那是這樣的一句 所以嚴格來說 他也不可以說是錯的 原本打8號風球就是叫員工不要回公司 沒有說不用上班 不過香港一直以來的理解就是 回公司就是回公 不回公司就不用上班 自從武漢肺炎之後 你在家裡 乖乖地Work from home 亦都令人想起這個 行山銀行 行山銀行 就是因為 行山銀行有員工 被發現 在家工作的時候就上了山上 你說他在山上做不做到事呢 我不知道 你說 在家工作 理論上 理論上我覺得 那個員工如果是能夠 做得完 負責任地做得完他手上的工作 他在海底也好 在山上也好 我是不會理會的 當然不是每種工作性質都可以這樣 有些工作性質就是你一定要 在那個崗位那裏的 那種工作就沒有辦法 但是 這個世界有很多種工作 實際上真的是 只要員工 完成到指定的工作 正常地完成 負責任地完成 其實 他這個人 是不是坐在寫字樓裏面 是不是很端正地坐在那裏 其實 真的不是很重要 這個說法就立即使得很多人 燈 因為香港人 也不可以怪香港人 香港 你說打個風 叫做休息半天 對於香港人來說 是一個長期的習慣 因為這個地方會打風 而且打風 那個風球的力量 其實也不是很小 所以 真的是為了 正常的安全 你真的休息那幾個小時 是不是真的 對老闆 對那個生意 有一個很大的傷害 大傷害到 他會倒閉呢 我們相信不是的 因為正常來說 打風的時候 經濟活動大致上都是停止的 舉個例子 你開店鋪 賣東西的 是食店 或是零售店鋪 實際上打風的時候 也不會有人逛街的 除非 沒有風的風球而已 現在香港不用考慮了 絕對不會有沒有風的時候 被你8號風球不用上班了 所以 基本上 今天 其實沒有甚麼損失的 因為 他根本 也不會有 客人來逛街幫襯 所以 整個社會 休息幾個小時 有甚麼問題呢 這個真的是天災來的嘛 天災也不是道道友 香港 遺處的位置 導致的成人會有機會打風 所以大家一起休息 其實也不是一件 很大的問題的事 所以 持平一點說 他那句說話就不是錯 不過呢 他這樣說出來之後呢 就有很多人很不高興 也有很多無良老闆 就是會take advantage 所以呢 真的不好意思啦 你這個時候說這些說話呢 真的相當之不適合 不過我又不可以說你錯了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了 就說到這裏了 也沒有說過 我會說到這裏了 裏了 我們在下方 直接說到這裏了